今天看到这片植物呢 有着同豆科植物绝名 有着类似功效的古老药用植物 它叫青香 远看呢 是不是同花园里的机关花审视 对 它同机关花呀 都是献科青香属草本 所以呢 也叫野机关花 本草纲目里说啊 青香生田野间 嫩苗丝线 可食 错过了幼苗期了啊 要不然我来尝尝 关于青香这个名字的来历呢 比较模糊啊 李时珍说 青香名义未详 胡麻叶一名青 此草又多生于胡麻地中 与之同名 其相似而然叶 这里的胡麻啊 是指芝麻啊 它幼苗期啊 同芝麻类似 还有说啊 因为它的果实 是在龙历七月 也就是尔雅丽说的香月成熟 所以叫青香 蜘蛛成熟后呢 在叶叶和顶端 都可以处处花碎 而且从下向上 边开花边结果 就像一根根的毛笔一样 笔尖朝上 所以也别称纸添笔 花碎的下面 果实都成熟了 顶端呢 还在开花 种子的量啊 非常的大 搓揉一下呢 很多黑色发亮的种子 同县菜 机关化的种子 几乎一样 青香的种子呢 在中药上叫做青香子 但是呢 很多急功近利的呢 把仙菜和机关化的种子 也当青香子的销售 不论功效如何啊 这种偷梁欢住的行为啊 都会有损整个行业的 青香在野外呢 现在并不多见了啊 我来替他的孩子们 磨点出路吧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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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